A1 3 那所以接下來陳詞怎麼寫呢 第一個A1等於什麼呢 就是把它給我的那個電信業者 先丟給一個A A有點像是一個變數 暫時存放什麼 他給我的東西 那這裡面A裡面有放三個東西 所以我要一個個把它解析出來 所以這個地方要怎麼解析呢 第一個是什麼 A1 瓜虎1 豆點1 對不對 然後呢 後面就第二個嘛 第三個 所以只要他給我的東西不是錯的 那我就解析出來 第二個 這個是第三個 OK 陳詞寫完了 這樣有沒有簡單 看董哥在做什麼吧 OK 而且我跟各位講 這是我自己想出來的 我看了很多本書裡面 都寫得非常不清楚 講到範圍 沒有一本書寫得這麼簡單的 我用一行就搞定了 這是我想出來的 像很多城市真的都是我想出來的 你們看網路上 很多寫得跟我很像的 我敢跟各位保證 那都是我 我沒有參考別人的 因為我是自己用自己的方法在寫程式 所以如果說你看到那個程式很像 很像我的東西 也許吧 我不知道也許是巧合 也許是英雄所見略同 不過另外有一種可能性他是參考我的 OK 因為我的城市優點是這樣 盡量城市越少越好 所以我寫出來的城市都非常少 第二個的話越直覺越好 直覺 就是說是看著上面程式寫出來的 而不是說我憑空去想像出來的 OK 然後我們做完之後的話 確定一下這樣OK 來 這個一樣的方法 所以剛剛的部分一樣清楚 然後再插入一個什麼 手機範圍有沒有 剛剛不是多一個東西對不對 就把手機貼上 然後再來就是他會只要一個什麼範圍 所以呢 剛剛是要選三個 現在選一個 這樣子選 就丟給他三個東西了對不對 有沒有 你會發現後面也是三個 外面包一個大瓜鼓 表示他是一個陣列 實際上A就是一個陣列 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再來 有沒有發現 這個應該改什麼 對沒錯 所以很容易 最後會漏這個東西 因為他丟 因為他名稱改了 可是下面我忘了改 沒關係 再執行一下 OK 還有什麼地方 手機進來的東西 手機範圍 再一次 OK 不過他剛剛閃了一秒鐘 可能他有點累了 OK 然後就執行 完成 沒問題 應該這樣子的方法 是最簡單 去解析一個範圍的方法 所以以後如果你制定函數 假如說他是一個大範圍 你不可能說一個蘿蔔一個坑 讓他選十次 他一定翻臉的 所以怎麼樣 刷一下 再來解析 那解析的原理原則 就我剛剛講的 如果 這個A指的是同一列 特別注意哦 如果他今天選的是一列 那就是這個是A 刮壺1 豆點1 指的是相對於這個範圍裡面的第一列的第一欄 但是如果他將來是選一個大範圍 比如說他選了三個的話 M3列 那特別主要底下這個就是 A刮壺2 豆點1 OK 下面這個就是A刮壺3 豆點1 就類似像這樣 不過這已經有點複雜了 因為程式語言裡面 裡面這個叫二維正列 二維正列 不過這已經有點難了 你只要大概知道這樣就已經很厲害了 因為很多人 光這個二維正列就卡住了 OK 那大概知道 來把畫面先 還給各位一下 這一這一段 一樣 我在雲端上現在沒有對不對 我沒有關係 我就直接怎麼樣 在這個地方Enter一下 再把它貼上 那等一下你們也會看到一樣的東西 如果沒看到 請你重新整理一下 因為就已經在雲端白板上面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所以雲端白板是可以補充的啦 所以隨時它的好處就是隨時 比我要寫白板應該來得更 我覺得更有彈性 而且這些東西的話 將來也都會一直留下來 所以如果你們隨時回家 突然晚上睡不著覺 那也可以來練習一下 那練習大概沒有多久 應該可以很好睡覺 因為這個東西需要很耗腦力 OK好 試試看 差不多 我會做到